好 这是我们刚刚听到来自美方科比的说明 另外在日本防卫省指出 昨天有五枚共军飞弹落日日本专属的经济海域 其中更有四枚飞弹飞越台湾的上空 那么日本外相也出面表达了谴责 慧云同样有掌握到最新的讯息 这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确 现在日本是高度戒备高度关注的 因为这个共军的围台军演 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触碰到了敏感神经 那么日本就表示说他们有掌握到五枚的中共的飞弹 是落入了日本专属的经济海域 那么对此日本防卫省其实就是昨天晚上连夜就已经召开了记者会 而且他们也认为说北京应该要停止这样的行为 那么尤其日本的外长林芳正 他是目前仍是在东协来参加东协外长的峰会的 所以其实在东协外长峰会这上面 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这里似乎是美中角力的一个延续了 因为大陆外交部长王毅虽然有出席 但是他拒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也不肯跟到最后突然临时取消了和日本外长林芳正的会面 而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 这个谁都见了包括印度啊印尼的外长 就是不见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所以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整个区域之间 的确是有这个美中角力的意味 那么各国的立场其实都已经慢慢的显现出来了 不过日本防卫省这边还掌控到了关于共军的军事动态 他们表示说有监控到三架的无人机 是穿越了台湾东部海域 那么一架是BZK-005是侦察型的无人机 另外一架是TB-001是侦察跟攻击型的无人机 而且是穿越在冲绳跟宫古岛之间的水域 那么其实呢我们另外可以看到 其实裴洛西今天的第五战 亚洲型的最后一战就是来到日本 而今天早上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了早餐会 那么相关的讯息邀请国际组的记者玉萱带我们掌握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